恭喜这几个朋友然后获得了我们的奖品 然后我们现在进入下一场比赛 来自河南平顶三 不是河南驻马店 就是 又不要关于这些细节了 河南平顶三 就是我们的揪心的揪心的玩笑 一想到我逼这个 所以说我就 老鸡错我逼的故乡 这把是 贼法 贼法其实对战我们的这边 战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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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战争 对了 战争 对吧 战争德 因为他战争的话 打贼法其实 不如战争可能好打一些 因为战争出伤害的话 要比赢 坏一些 尤其是面对贼法 一波一波打伤害 对面 对面盗贼的名字 我觉得应该是个大帅哥吧 帅气侧肉 可能有你 29.9% 这个没有 肯定比我帅很多 直接开始 门顿了 上 看这边要打谁 战争直接 法师直接攒一波兵刺 盗贼这边 等一下 看一下情况 看盗贼要起谁 这边盗贼 直接 选择起了萨满 然后萨满这边 只能生疼 然后加上灵魂形成刺 乃德给了 铁皮 你让赢了打萨满 萨满直接选择 开启了萨诺 这边乃德 被一个满羊 看这边 能不能自己回血 应该没问题 招了狼 开了自由 但是被一个地减肾 满满直接交双 乃德还是交 选择交双 感觉还有 应该到底 给他丢了一个满满 又是全技能 因为这波 其实伤害已经完了 萨满可以完全 再交一个自由 自己躲一下 贼法伤害已经打干净了 完全没必要再交技能了 太浪费了 不过战争这边 伤害反打还不错 这边打的贼法棋 这边压力还不错 但是其实这边 直接开启了翅膀 然后开一波 呃 还还是没还到 这边没有还到乃德 看这波能不能 如果没还到的话 就应该没什么太大机会了 这波 这样要可能要贼法 要归一波 哎 没有选择 直接这波 至少感觉没有压力 直接选择打一波 让这波 我打不到 地减拍到 地减摸了一下 地减摸了一下 在一个地减摸 两攻cd 达到贼的百分之四 直接达到百分之四十多 这波压力打得还非常足 看一下下一波 把事升级好了 直接满升级了 小德 看能不能接出来 羊 这波一个满羊 萨马开启萨诺 但萨马没有战略 这边比较危险 萨马直接选择 开启了萨诺加自由 看能不能跑一下 战略给集结 小德能不能刷起来 直接给了一个满羊 非常关键 这边其实出的是 盲目之光 萨诺结束 集结马要掉了 萨马要死了 再见 啊 这个太漂亮了 这个奶奇 这边选择 出了一个盲目之光 直接接了一个 小德的满羊 然后正好战略的集结 掉了 直接带走 我觉得这场比赛工程 应该归属于我们的奶奇 嗯 奶奇的这个 这个盲目之光 有点太屌了 非常溜 确实 盲目之光还是非常溜 因为他觉得他可能贼法 他这个晕太递减了 不能再用这个 然后看一下这边增强萨 这把增强萨 伤害打得有点太低了 增强萨伤害 只打了138 对对对 没有 没有奶奇 这个 感觉 你再打低一点 快赶上奶奇了 奶奇打了你一个零头 对的 盗贼打得比赛强萨伤高 法师也高 然后法师就被收害 嗯 增强萨伤害低 有可能啊 我觉得有可能是 贼法奇那边进攻非常快 我感觉他们的进攻 接受非常快 一直在压着 对面的增强萨 增强萨 可能过多时间都在拆火了 自救了 但是 他们这边反打的 就是反打的 这个没打出来 感觉有意思 还是反打没打出来 对的 就是说 而且第一波 我还是不太建议他们 比如说这个 你已经交了三 两三个面商 萨马自己又招了狼 又开了回旋